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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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赵家山村位于大山深处 距离现场有40多公里 到镇上也有近20公里的山路 而且特别崎岖难走 把几百只山运下山是一项大工程 所以往年他们都是坐等商贩上门 虽然商贩们上门收购省了很多麻烦 但是老行他们却一直觉得很不合算 因为商贩收养的时候只凭估算从来不充重量 小贩来的以后啊 摩托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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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碗 第一个就先问你 买不买 你说啥 买 买哪个 他的箱里就是买这个 这一段箱 给你四百块钱 你买不买 不和你给我买去 差不多就没了 虽然卖的便宜 可扬到了初篮的时候又不能不卖 我们反抗你一开始 这一位 你就 这 这 刚就派下了 将你潮流 一天 第一天 走 但是从幼儿子来说 上众是一点不上众 杭小文从二十多岁开始养羊 一养就是三十多年 可是个养羊的行家 也正是由于养羊 养活了他们一大家之人 现在孩子们打工的打工 上学的上学 只有老杭还坚持在村里放羊 招家山村是星河县最小的一个自然村 早在十年前 当地政府就开始为村民们进行下山安置搬迁 几年过去了 村民们都陆续搬下了山 但是老杭他们却不愿意离开这里 港部拜祖就是看 因为到底它这个别于药子 特别是这个臭草比较好 它这个对发展药子也非常有利啊 有利他们这个 旧利用这个臭草 这几年发展的比较不错 它们特别是加强的收入比较高 我这半天在上头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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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小文告诉我们 这里有好水好草 所以羊肉品质特别好 现在他们一年出来大概一百多只羊 每年的收入大概有五万元左右 三十多年来老杭很少离开赵家山村 但是他却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村里另一个养殖户行前进的情况与行小文不同 前几年他和妻子一直在外面打工 家里虽然也养了一百多只羊 但一直是故人看惯 2013年3月份 两口子放弃打工 重新回到已经空荡荡的小村庄 原来畜牧养殖业一直是新河县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主工方向 这几年县里对肉羊养殖户又有扶持政策 行前进正是看着养羊有利可图 才带着媳妇穷返家乡 现在这两户村民养羊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三百只 尽管住的是破旧的房屋 生活条件也不好 但是他们却很知足 生活挺好 车子有一个人一干羊我住 住这个院子有一个人 早点给一个面背面也多一个人 那么比年后的大不后 比年来的大不中口 喂羊 放羊 卖羊 这就是两位老行在大山深处日复一日重复着的生活 要是他们俩还有什么烦心事 那就是他们在考虑羊的销售问题 前些年小贩上门来收 他们觉得不太合算 今年倒个好 小贩干脆就不上门了 于是这逼的两位老行就暗暗的下定决心 自己出去闯闯市场 浪月十八这天 两位老行就奔着镇上出发了 记者跟随老行记录了这两个山里人第一次卖羊的经过 今天温度低啊 很冷啊 哎呀 厉害 比零下二十多今天 就我们不得到 哎呀 他上次不够二十多岁就够十九度 杭晓文今年五十三岁了 他说到了这个年龄 身板已经不像年轻时皆是 开始胃寒怕冷了 但是老行又说 只要能把羊卖个好价钱 再冷也值 二十公里只有两公里白了 哦 还有十八公里 哦 还有十八公里 哦 哦 你看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多难走这个路 你看 你在咔嚓好多了 哦 这都好多了已经 所以也想 怪不得老行对这难走的山路这么知足 原来过去这条路坑坑哇哇还非常狭窄 连三轮车都很难通行 二零一三年当地政府部门 对通往赵家山的这条唯一的公路进行了维修 老行出去卖羊 这才成为可能 尽管天气很冷 道路又不是很好 但是老行他们 对这第一次拉羊出村销售也充满了期待 今天预期能卖个什么价格 咱们也不知道啊 其实不知道 许许知道了 是吧 第一次好 哦 第一次 第一次希望那个期开得胜哈 哦 下午一点三轮车已经行驶了十公里 再过一个小时就能到镇上的农贸市场了 可是眼前的路况变得很糟 天冷结冰路滑不说 旁边就是深沟 看的记者也心惊胆战 冰上一定小心慢点开啊 没事哈 啊 塞土的了 塞土哈 就这样一路上小心翼翼的行驶了一个小时 终于到达了镇里的集市上 啊 不是羊的哈 嗯 这样的羊是什么行情啊 好像一天木工河不够 听着这个价格 老行盘算了一下 觉得能够接受 这个也行 嗯 我也想 25块6的价格收购 算下来 比往年登门收购的商贩 给的价格要高 老行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但是接下来的这个商贩说的话 却让老行的心又悬了起来 商贩说不能称金卖 只能按个儿卖 这下老行慌了神 这么远的路拉到这儿 如果还是端端估价 这和村里有啥区别呢 嗯 你以后还这个价格 你这算错了 做出这些路线 我可以拿去 不是 我算错了 不是 我算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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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行的一再要求下 小商贩终于答应 不再端端估价 改为称重收羊 2只羊称了重 一共148斤 按照每公斤25块6的价格计算 老行他们一共收入 1894元 1894 我10块啊 啊 十亏十亏 尽管小商贩少给了4元钱 但是老行他们却是心里偷着乐 如果在门口都卖多少钱 你觉得 谁多那么没钱钱 你多了这样一二百块钱 哦 那这趟下子值不值 哎 算 算 卖羊的钱拿到手 腰包鼓了 老行他们决定买些年货回去 是吧 尽管自己卖羊要多挣不少钱 但是他们把两只羊运下山都这么费劲 家里那三百多只羊怎么办呢 就在这时 老行他们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为了解决山里村民卖羊男的困难 郑政府决定 拼击钱 专门派出一支运输队伍 帮助村民搞销售 这老行啊开车仅仅两个小时 终于将自己的羊卖出去了 而且卖出了相对于家门口更高的价格 心里当然是美滋滋的 我们的记者采访时也了解到哈 那接下来当地政府将会组织一些商贩进山去收羊 解决当地老百姓卖羊男的问题 两位老行羊养的都不错 卖羊却成为让他们头疼的事 那如果老行他们能够加入一个养羊合作社 这卖羊的事呢可能就不至于这么烦心了 要让老行他们也能得到合作社的帮助 这里面呢有个难题需要解决 那就是谁来组织这种合作社 既然合作社能够大大提高农牧业效益 能够帮到农牧民就应当成为一种普遍推广的生产方式 那么这种普遍推广的工作只能是由政府牵头来做 我们不能说市场能够快速见到效益的时候 这种事呢就有人做 市场一时见不到效益的事就没人做 其实呢老行他们的羊这么好 那现在呢大城市人都喜欢绿色食品 真有人在他们那里搞一个养羊合作社 把牌子打出去 牵头搞这么一个合作社也不见得就赔钱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我们看一下啊意见呢是从八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包括了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强化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改善乡村治理机制 那一号文件呢原指中共中央每年发的第一份文件 在1982年至1986年 中共中央是连续五年发布了三农主题的一号文件 之后2004年起中央又连续十年发布关注三农的一号文件 我们看到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依然是锁定三农 今年呢中央一号文件确定 进一步解放思想稳中求进 改革创新 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 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好来看下面的消息 近期呢我们一直在关注庐山420地震灾区群众 在寒冬中目前生产生活的恢复情况 眼看着春节啊一天天临近了 那么现在当地群众生活的怎么样 他们为过年又是如何准备的呢 在420地震灾情比较严重的庐山县龙门乡五星村 记者看到村民大都建起了这样的新房子 但由于新房依然有些潮 很多村民的这个春节 还是要在临时过渡房里过 记者随村民张大娘来到他的临时房 自从地震之后 大娘已经在这里住了九个月 分析后就藏出来的 不潮 还不潮啊 不潮 还要留我 能睡好吗 能睡好 记者看到灾区群众吃穿用的情况 都已经基本恢复 人们的餐桌菜肴也比较丰富 在村民家中 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过年的气息 香菜 这多少时间能吃啊 大概一两个星期以后吧 十千百月都可以 都可以了 十几五十 冬月了 这是三年住的时候 现在就开始三年住了 在另一个受灾的村里 这户人家正在热热闹闹地办喜事 村民们都赶来贺喜 虽然洞房安排在检疫房里 但依然洋溢着喜庆温馨的气氛 随着春运高峰的到来 到火车站补办临时身份证的旅客 也是明显增加了 一天就突破了三千张 2014年春运已经拉开帷幕 并且日趋进入春运的高峰 由于列车实行实名制 没有身份证就意味着拿不到票 进不了站 记者在北京西站发现 公安制证窗口比以前忙碌了许多 补办临时身份证的旅客明显增多 一天补办临时身份证数量 已经突破了三千张 我是前天取完票 还没拿起放下呢 昨天晚上就直接偷了 我的身份证出来的时候 比较着急 忘记拿了 忘记带了 工作人员介绍说 补办临时身份证 除了身份证丢失 还有的是因为本身没有身份证 放手中 我没办了还记得 手中不住 我没记得办 尤其是儿童 16岁以下的 没有办过身份证的 没有这个照片 这需要提供辅助证件 如果一旦确定 这个是它的 咱们都给它尽快的 给它办理证件 今年春运 记者在北京西站 还看到了两个 新增的制证服务窗口 但是很多旅客并不知道 所以都在老窗口排队 对此工作人员 也想提前给大家做个提示 在二楼的进站口和一楼的进站口 增加了公安制证窗口 进站的旅客到两个进站口 一楼二楼就近 都可以办理这个临时乘车证明 最后工作人员也提醒大家 公安制证窗口24小时开放 临时身份证有效期一天 着急进站上车的旅客 务必提前到火车站办理临时身份证 确保顺利回家 2013年5月份 农业部启动农业物联网区域实验工程 选择天津上海安徽三省市 分别开展设施农业与水产养殖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和大田生产物联网实验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 三省市已经初步建成省级农业物联网 服务平台和应用平台 形成了一批阶段性成果 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2013年有什么热点话题 农村食物中毒了要怎么办 铁路春运购票有哪些注意事项 日前共青团中央和全国铁道团委 联合开展了把爱带回家 农家青年宝典捐赠行动 进程务工青年可以在北京铁路局 上海铁路局广铁集团公司所属的 客流较为集中的18个车站 免费领取农家青年宝典 这本书内容涉及政策 法律实事农业知识生活百科等各个方面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市网 以及农市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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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